这里是位于巴西境内的亚马逊河流域 阿末作为这里的土著居民 这条河流也给他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原生态资源和便利 每天在这片流域钓鱼也成了他们家生活食物的主要来源 但是阿末的钓法相对传统 而且效率上比路亚和台钓要差上很多 但是作用这么好的资源 钓法再差一天下来也能有不错的鱼货 阿末每次出钓就是这样一人一船一钩一线 再加上一些新鲜的小活鱼就是他所有的装备 这是他今天的第一条鱼货 小孔雀鲁鱼一尾 好了再来 这种方法唯一的优点就是成本低 不需要什么装备 一钩一线足矣 但是缺点却是一大堆 抛头距离太近 需要不坚弹的重复抛头 而且一旦钓到十几斤的大鱼 就会显得很被动 而且非常的费手 同时种鱼后目标脱钩的几率也大很多 但是作为一名非专业钓手 钓鱼仅仅是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 这对阿末来说已经是很满足了 并且是乐此不疲 目前距离来到钓点 已经累计抛头了不下二十次 阿末也终于迎来了今天的第二位鱼货 这条个体要大很多 是一条巴西亚 也是孔雀鲁鱼中的一种 对于亚马逊河中鱼类有一些了解的朋友都知道 这里面几乎全部都是越实性鱼类 所以用这种方法能钓到鱼的话也不足为奇 现在看样子阿末这一次又种鱼了 但是个体不大 一斤还不到的孔雀鲁鱼 像这种个体 它们一般都是会选择直接放流量 诶 又来了 但是好像没有刺中 这种雕法呢 就是全部依靠鱼线下方传达的动作 来感知目标是否咬中诱饵 一旦有猛烈攻击的话呢 就会快速拉动鱼线 从而达到刺中目标的目的 但是呢 跑鱼的几率却是大很多 这条也没多大啊 一条小家伙 又接连抛投了将近两个小时 阿末也接连掉过几条个体大一点的孔雀鲁鱼 最后准备收工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意外惊喜 一条食人鱼上钩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点击关注 下一期精彩 共鸣录